L-U-E 好疯狂 第四节 打爆六马 现在Kemba进攻 哇 失误 林世华进场 你们听到这阵欢呼声 林世华进场 三分二十八秒的时候 他们现在输四分了 拖球里面又滑进 林世华在这边我们看他 我们用慢动作来看他 你看他现在在吹手 希望能够把手吹热一点 结果他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看 这是Battu 你看他现在在吹手 很有意思 他一直在吹手 然后 你看他 准备 手在摸屁股 手在摸 怕有手汗 你看林世华往前跑 往前跑 有用吗 没有用 你看Kemba看了他一下 没有球呢 林世华又跑过来了 他现在林世华跑过来 他跑过来干什么呢 就是跟Kemba提个掌 林世华你看 就给他打个手 是V字形 鼓励他一下 现在林世华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他自己都不用出手 去打什么球 他只要像刚才那样跑来跑去 对手哈哈气 然后现在打一个V字形 这样子 他们就能够领先了 你看 他们现在已经26比25 现在看这边 林苏豪 现在是第一节1分14秒 他在这边 他都完全没有摸到过球 但是黄峰已经29比25领先了 跑过去了 你看他 你看他现在有要求 有要求 天堂没有给他 他今天往前冲 看他看林苏豪 林苏豪在这边 就能够激励队友 他这第一节完全没摸到球 但是你看 他上来的时候 他们是落后 现在呢 他们31比30 领先了第一节 第二节 Kemba下去了 他主控 他们讲黄峰队 这有6个球员 就 那个53颗三分球 这是林苏豪 第53颗三分球 这些主播们 真是有如神柱啊 他们好像是预言家一样 他们知道林苏豪会投进 一颗三分球 结果 现在黄峰 本来落后 两分 现在又被林苏豪拉到 41比40 黄峰领先一分 重新要回领先 他们要进攻 林苏豪 抢到篮板 好了 快攻快攻 快攻 啊 可惜没有进 但是后面 Battu普进 他们先 以43分 比40分 领先了 这是第二节 4分30秒的时候 在4分13秒的时候 林苏豪下去了 这时候他们是以43比40领先的 最后第二节结束的时候 他们是以55比50结束了第二节 黄峰领先上来 得分两分 他们在第二节 印第安娜六马 第一次领先 72比71 他们黄峰现在落后一分 你看 现在Battu普在这边 大家都记得 我们看他怎么打 他投了三分球 好了 马上被人打了快空 破旧局在这边 然后 哎呀 他最后 好啊 破旧局得两分 而且小张加一 他们现在变成74 比71 而且还要罚球 就是 现在林苏豪上了 哎 我们看他怎么表现 第一节 第三节55秒的时候 虽然在林苏豪 强力的精神感受之下 但 CAMBA等等 他们这些没用的 还是输了5分 现在我们看这球 这球 哎 球掉了 被林苏豪敲爆 现在来到第三节 9点7秒 好 他们进攻 而且我被那个 哎 林苏豪快跑 最后 剩 0点1秒钟 林苏豪得两分 全场欢声没动 黄蜂现在只输两分了 黄蜂队 可以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 只以80比82 落后两分 这是林苏豪的功劳 进攻 这是Jordan Hill进攻 林苏豪 大家看我们大家看 帮助说 林苏豪挤过来 挤这个 Jordan Hill 让他出手很不顺利 结果这球没有投进 但是他们大家 真抢篮板 你看林苏豪在这边 这是Stucky OK OK 现在他们这个Stucky他过去 Ronnie Stucky去拿篮板 结果被林苏豪block 你看到没有 林苏豪block他 这是林苏豪这个 这 这场球的一个block 所以林苏豪block他 所以就出现了 现在换黄蜂的球 林苏豪表现非常好 在这个平手的时候 他努力的防守 最后block这个Ronnie Stucky 强力的防守 我们现在听听 主播们怎么说 现在大家看到 赵德士林苏豪 然后主播们说 他们喜欢 这个强力的防守 Intensity Defensively 这就是讲 林苏豪强力的防守 现在林苏豪进攻了 都没有拿到什么球 但是林苏豪他都 林苏豪他都 林苏豪来这边 林苏豪都以精神感召队友 现在 第四节了 不行了 我自己来吧 林苏豪两分 现在变成 88比84 领先 你看 你看 他说林苏豪现在进入了 Comfort Zone 进攻的 很舒适的模式 他进攻的非常好 这是你看林苏豪特写 现在 黄蜂以88比84领先 这场球 林苏豪 第一节完全没摸到球 第二节 他继续打 第三节继续打 他就让他们 的队友们打 他用精神感召他们 带领他们 但到第四节不行了 因为到第三节 末的时候 他们还一直输 所以林苏豪第三节末就跳出来 最后0.1秒攻进两分 之后黄蜂在第三节只输两分 现在第四节 他跳出来 打进两分 现在是88比84 黄蜂反倒领先了四分 最后 这场球 黄蜂是带走胜利的 这就是 林苏豪的功劳 他没有在摸到球的时候 他会以各种方式激励队友 用眼神 用哈气 用打V字形 激励他的队友们 带领他们的队友 但是等到队友真的不行了 这些虽然他们都刷了三十几分 但是真的是不行啊 因为大家互相刷分没有用啊 所以林苏豪到了第四节 他跳出来 自己得分 那就我来了吧 到第四节的三分四十五秒 林苏豪要下去了 这时候黄蜂是以 101比92 大胜九分 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面 林苏豪 他不用再上了 因为 这已经是准垃圾时间 他就交给 Kanba所领军的 先发门 去打这个准垃圾时间吧 他所能做的工作 都做完了 他带领的黄蜂 赢得了胜利 108比101 黄蜂队 取得对六马的三连胜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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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 好疯狂 第四节 打爆六马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 请不吝点赏